据中国政府网消息,7月2日,新一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下称金融委,成立并召开会议,研究部署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等相关工作,新一届金融委的组织架构和成员也随之浮出水面。 国务院副总理刘柯担任新一届金融委主任,名榜监会主席郭树清,政建会主席刘志余,央行副行长韩宫盛,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韩文秀,发改委副主任梅文良,财政部副部长刘伟,会议分析了当前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运行情况,审秘了金融委办公室提出的打好,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三年行动方案,研究了推进金融改革开放,导致货币政策稳定中性,维护金融市场流动性和理重域,把握好监管工作节奏和力度,发挥好市场机制,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等重点工作,付出了近期主要任务,会议认为,到了19代以来,会议决定,金融委将近期召开全体会议, 不定期召开有针对性的专题会议,统筹研究协调金融领域相关事项,去年11月8日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